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徐 明天小徐要去帮自己的一个朋友提一辆新车 很多人都知道小徐是在修车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在卖车 因为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新车销售 然后因为经营不善啊,倒闭了 但是呢,好歹也学了一些卖车的一些知识 现在很多修车的并不会卖车 卖车的也不会修车 刚好呢,我两样都会一点 现在的话,卖车很少了 有可能一两个月才会卖一台 基本上都是身边的亲戚朋友找我 我也不会去主动的卖车 修车是我的主业啊 卖车算是副业了 然后呢,自媒体也算是副业 像很多朋友经常看我的视频都会说 小徐,我怎么感觉你很累啊 这能不累吗 白天要修车啊 而且修一些疑难杂症 那个脑子一天都在转 然后呢,晚上有时候要剪视频 然后有时候又要给大家做直播 特别的麻烦啊 好不容易呢,一个月休息四天假 像明天的话,又要去帮人家提车 休息两天假去提两天车 一直都在开车奔波 所以说比较累啊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 很多人会说小徐啊 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啊 其实呢,就是因为一个字 穷 年轻人嘛,现在不拼 什么时候拼呢,对不对 等到你想拼的时候 你又没那个干劲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闲不下来的人啊 好,那么明天就给大家看一下 提车的一些小细节啊 看看是提的什么车啊 今天一大早就到4S店来了 现在4S店还没有开门 大门口停了一辆电动车 来得太早 4S店的工作人员还没有上班 这个别克品牌的车型还比较多啊 一边是轿车 一边是SUV 还有这个G28 马上就可以看到那台新车了 居然停在了楼顶上面 给你们看一下 好多车啊 全是新车 别克和雪佛兰的都放在一起的 这就是英朗 准备提的就是这辆别克英朗 因为朋友他不喜欢三缸机 所以说就买的这个1.5自然吸气的四缸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发动机舱里面啊 这个车其实换了四缸之后要比之前卖的好一点了 这个发动机其实质量算是比较稳定的 L2B这个发动机比较老了 变速箱呢 也是用的别克自家的6AT 这个搞了一下午啊 终于把这些手续都办齐了 因为它不是全款 所以说比较麻烦 等会开回去的时候啊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车子 现在这个里程表是7公里啊 平均油耗30个油 太狠了 加200块钱的油就快加满了 到这个服务区了啊 我只能说这个车真的不太好开 给你们看一下这台车啊 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啊 现在我在服务区呢 这个车是1.5四缸发动机的 现在这个阴朗换了四缸之后 销量一下就上来了 这个车新车的味道真的是太大了 我坐了一会儿我就受不了 开空调都不管事 跑了55公里了 平均油耗8.4 刚才还是7个多 怎么又涨了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啊 真的是我每次都以为这个是启动按钮 结果是启停开关 6AT 不知道以后省不省油啊 6AT 什么都不暂停 这就是意义的 这只是我这就点凯去 你说这一部分 没有很新公里 大部分的 烹随你 为什么转转写 现在这边 继续来 或者看着 这个网络 这个口网络 也很棒 我给它 这个口网络 就很容易 还有一个自动大灯 好像也是LED的大灯 这点还不错 配有自动大灯和LED大灯 遗憾的就是缺少一个定速巡航 多功能方向还没有 然后又是机械手刹 手动空调 也还将就了 还有安吉星SOS一键呼救功能 这个功能也有用 有一个天窗 好朋友们 我刚才从4S店出来 现在已经往家跑了差不多50多公里了 现在在服务区休息一下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台车 这个车是我一个朋友 委托我帮他买的 因为我对这个卖车修车这一块 还算是比较熟悉 那个朋友是一个女性朋友 她的要求就是10万块钱以内的轿车 不考虑SUV 然后让我帮他推荐 其实我最不喜欢就是帮人家推荐车了 因为我喜欢的人家不一定喜欢 对不对 万一到时候我推荐人家买这个 人家买了之后不喜欢 那我不成罪人了吗 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几款 让他自己挑 我产的有这个D豪GL 长安移动plus 还有这个荣威i5 艾瑞泽5 自车里面有这个大众Polo 别克英朗 雪佛兰的科沃兹 科鲁泽这些车 后来呢 他主要在这个长安移动plus和这个英朗中间做选择 又让我帮他参考 我说这个只能你自己参考 要是我买的话 我就选移动plus 但是这个决定权在于你自己啊 自己比较喜欢移动plus 然后家里面的人呢 又感觉好像这个别克是合资牌子 又感觉要高档1.1 没办法我们农村这边啊 其实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他买车啊 还是比较在乎牌子的 哪怕就是同价格 这个车的配置没有国产车高 但是很多人呢 他依旧愿意为了这个牌子而买单 其实我也搞不懂啊 但是我能想的通 别人想不通 没办法 我也不能强求人家去买国产品牌 对不对 这个买什么都是自己自愿的 又不是花的我的钱 我也没有权利要求人家买国产 对不对 开了这么几十公里啊 可以给大家所说感受啊 其实说一下缺点啊 这个车的噪音啊 真的比较大 我开到120的时候 真的噪音太大了 可能是我开我自己那个车开习惯了 我那个车隔音稍微好一点 然后这个车隔音太差了 就开着就不舒服 换挡倒是挺积极的 但是呢 这个是1.54缸的 动力就不用说了 这个车动力太肉了 然后油耗呢 现在表显的油耗是7个多 跑了五十几公里啊 7个多油 可能还会往下面降啊 像转向啊 还有底盘这些 我只能说将就啊 真的将就 中间倒是蛮大的这台车 还有一个啊 配置真的太低了 定速巡航都没有 其实这台车啊 总体来说 在我心中啊 就是说不算好 也不算太差 以前是卖十万块钱出头的 现在只要七万多块钱 也想得通了 是不是 好吧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又贬低这台车的意思啊 就是说给大家分享一下 晚小区视频呢 记得点赞加关注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